Hello,大家好,我是老欧杨玛丽 现在呢,是中国想进的儿媳妇 现在在我们老欧,很多很多老欧人说 嫁到中国比嫁出美国幸福了很多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嫁到中国来和嫁出美国有什么有趣的差别 以前我还小的时候呢 我们老欧人很多很多呢都是想嫁出美国 特别的就是我们老欧苗族 很多的漂亮姑娘她们都是不谈恋爱 她们要留下来找美国老公 一般的父母呢,她们也是希望 她们的女儿能嫁到美国去 然后很多的姑娘,她们的想法和梦想 都是想嫁到美国 因为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国家 很发展的国家 我们老欧苗族的姑娘是56岁 嫁出美国呢,都是嫁给那种50岁60岁的男人 最年轻呢,也是40岁 然后,她们呢,也是还有老婆孩子 也有的是离风啦,不过一般最多呢,都是有老婆孩子 可是她们就是来老欧找小老婆的 她们知道我们老欧的国家呢,很多人都是想嫁出美国 所以,她们也是用这个机会来找小姑娘做老婆 我说呢,就是我们美国的苗族 真正的是美国人,她们也不会要来老欧找老婆 一般的都是50、60岁的老桃子来老欧找老婆 年轻人20多岁,她们也是在美国找老婆 她们也不会要来老欧找老婆 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美女都要一嫁 不管是多大年纪的男人,她们都不在乎的 她们就是,在乎能嫁出美国 她们很想去,所以她们就嫁给很大岁数的男人 可是呢,嫁给她们了以后 也是要在老欧,等一年还是两年 正一样才可以搬起,才可以去 有的呢,嫁给美国人 不过,她们也是正天没有办好,也不可以去 所以以后呢,在老欧找老公,也不好找了 我们老欧呢,姑娘是挺多 所以一个嫁给美国人了以后 不出美国,在老欧找老公,都不好找 也有很多呢,她们也是办好的证件出到美国了 不过呢,她们也是在美国过得不幸福 为什么说不幸福呢? 因为她们才十五十六岁 然后嫁给一个六十五十的老桃子 她们的孩子呢,比她们的这个小老婆都大 所以她们家里人都是不欢迎这个小老婆 她们的孩子,她们家里人,大老婆都是不欢迎这个小老婆的 她们也是说,因为这个小美女才把她们的家庭破坏了 所以她们都是不欢迎 所以这个美女呢,走到美国了 也没有得到什么的幸福 后来呢,在我们老欧的国家 有很多呢,中国人出老欧做生意 所以老欧美女一个两个嫁给中国人 感觉到呢,她们嫁给中国人都是很幸福 所以呢,有来有多的老欧美女都是选择嫁给中国人 嫁给中国人,为什么说幸福呢? 一般的都是嫁给二十多岁,三十岁的男人 也有的嫁给四十岁的男人 不过呢,中国老公他们没有老婆 才会要找老婆呢 如果他们有老婆了 他们也不会要在老欧找老婆 所以老欧美女嫁给中国男人呢 一般的就是一两个月证件都办起了 都可以回中国 然后一两个月的时间呢 中国老公也是一直在老欧陪老欧美女 等正夜办起了之后 两个人在一起回国 感觉到呢,这一点不孤单 也不被老欧人嘲笑 然后来到中国呢 中国婆婆 家里人,家里的亲戚 老公的朋友都是很欢迎老欧美女 来到中国呢,中国这边的习俗 一个新娘刚刚来到家 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会要给这个新娘包红包 所以这个一点呢 我们老欧美女很喜欢中国这个习俗 所以来到中国了之后呢 一般的中国人都会要办一个小小的婚礼 不管怎么样都要办一个小小的婚礼 然后唱风山这一点呢 就是由老欧美女特别喜欢 感觉到来中国特别幸福 然后老欧美女来到中国了之后呢 习俑嫁过来 可是中国婆婆把老欧美女 当自己的亲姑女一样 一样的爱,一样的疼 所以老欧美女呢 嫁到中国来感觉到不孤单 感觉到呢,中国才是她的家 所以现在有来有段的 老欧美女都是选择嫁到中国来 他们都说嫁到中国 比嫁出美国幸福了很多 因为中国人对老婆是很认真的 如果他们在老欧找到老婆了 他们都会要认真的办证件 然后把老婆带来中国 如果说他们要在老欧生活 他们也会把证件办好 然后和老婆一起在老欧生活 很多的嫁出美国呢 美国的老公也不愿意留在老欧生活 然后如果说要办证件出美国 他们也是不着急办证件的 有的呢也是吵吵闹闹 为了这个证件又分开了 有的呢也是一年到两年 证件才可以办起 才可以去美国 我有一个朋友 以前我和她是在老欧一起上班 然后她是嫁去美国 她和她的老公呢都是结婚了有四年 今年就是第五年了 还是没有去美国 她和她老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 也是说要开始办证件 不过她老公说 一直没有办起一年又拖一年 现在呢一起开学了之后 又说等一起结婚 现在呢已经是第五年了 她也没有出美国 然后她现在都是特别后悔嫁给美国人 现在呢很多很多的老欧人都是喜欢中国 不管是年轻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老人还是孩子 都是喜欢中国 现在在老欧人的眼里呢 中国比美国厉害 比美国好了很多 在我们老欧呢 有很多很多的民族 他们都是一样喜欢中国 以前很想很想出美国呢 都是我们苗族 其他的民族他们都是不想出的 想出也是很小 现在呢 想来中国的时候 不是我们老欧民族 在老欧有几个民族 他们都是一样的 想来中国 都是想嫁到中国来 想找中国老公 他们都是很喜欢中国 今天呢 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 给我留个关注 谢谢大家 看视频 点赞 关注 拜拜啦